大家好,我最近帮一个朋友在看他的情况的时候 他呢有三栋房子都没有贷款 还有一些证券账户 最重要的是呢,他的退休账户里面有大概300万的钱 三栋房子没贷款 那么只有靠收房租过日子 可是房租呢又不是特别高的话 那么你的现金流那就不是那么多了 尤其是在尔湾这个城市 房价比较高,租金收益呢又比较少 但是有时候想花点钱 拿退休的钱呢又不够 拿出来呢要缴税 然后呢股票账户一卖又是去缴税 任何时间只要我卖掉或者拿钱出来 统统要缴税 可是不卖,我手上又没有那么多现金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这边建议 我们是不是有一部分资产主要是针对我 将来现金流的问题 所以呢你要花一部分钱去买一些年金 年金呢是制造现金流最好的一个工具 比如说放100万进去 如果哪一年开始拿钱 我每一年至少可以拿多少钱 年纪大了呢这个钱还会持续的增加 那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呢 有些年金的话市场如果长得好的话 收入还可以增加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你的退休计划如果太多的话 你要考虑我们留给孩子最糟糕的钱 就是退休计划没花完的钱 因为要算遗产 不然要打所得税 要不然孩子就得分10年 可是孩子分最多10年的时候呢 说不定孩子那时候收入最高的时候 并不会用到这笔钱 所以呢如果有一些年金 它可以让你的收入变成最大化 这样呢也解决了一个现金流的问题 也可以把其他的资产做一个更好的搭配 当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好的现金流上 那生活会不会更好呢 如果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理财 或者是保险等的问题 欢迎留言加关注 谢谢大家